来关心中国的疫情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塞 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对中国新冠疫情的忧虑 对近期中国的确诊病例快速增加 谭德塞表示有相当的担忧 也表示支持中国集中精力 替健康的高风险族群施打疫苗 世卫会持续向中国提供临床 护理跟医疗系统的支持 而另外呢 德国政府发言人员表示 已经运送了首批的BNT疫苗到中国 也是首批呢 运往外国的疫苗 将先给德国的侨民来接种 有事没事 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频道